不久前 香港宁愿冯永怡更新INS 甩出一批姐妹团聚会照 仔细一看 这可不得了 除了冯氏集团大小姐冯永怡本人 还有东亚银行儿媳冯凌珍 远东大公主邱永云 郑玉彤孙女规例CEO郑志文 勇荣银行孙习武叶静怡 背景神秘的柳王明奇 当然包括在永恒的大美人 中建传王许爱周孙习李嘉欣 这波明院闺蜜及他们背后娘家夫家的家族人脉 横跨香港政商两界 掌握宝岛经济资源命脉 这群女人聚会时随便聊个话题 就有可能引起隔天的港股震荡 熟悉香港明院圈的小伙伴或许知道 这群人关系十分微妙 有人是千方百计靠种种努力寄进来的 他们表情衣着都比较用力 有人是靠实力和手腕站稳位置的 他们的眼神通常透露能打的信息 还有人就是出生就在罗马的 比如后排座四漫步惊心 扎着鲨鱼夹穿着花衬衣的邱永远 他既不像乡边嘉欣那么手足无措 也不像坐着的冯永怡那样派头十足 他就是主打一个随意 毕竟他在明院圈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香港这个地方开放又保守 老钱和新贵 作证与捞篇 社交圈界线分明 壁垒森严 隔壁向太家拔玩火灌逛街的 郭碧亭断断挤不进这个圈子 家里这火跑出十八个庸人的林青霞 也不混这个圈 这圈子要讲家事的 邱永云作为明院圈永恒大女主 她的家事曲折离起 她爷爷亚氏之父邱德根从难民白手起家 创建白亿家业 中年老婆意外去世 她娶了小姨子偏心二房生下的三个儿子 埋下家族不睦的祸根 邱德根妻子争长晚景凄凉 小姨子囚禁兰道士手握十一亿资产 过得不错 谁知 大房独女会突然一纸诉状将继母告上公堂 最牛还是邱永云 家族里分分合合内斗不断 她却活成了纸醉金迷间最与众不同的那个贵妇 邱氏传奇 拉开帷幕 传奇的开始 世上是几四十年代风云变幻的上海滩 世界混沌 两党对峙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宁波籍的邱德根 在上海无依无靠 她的父亲不过是个走街串巷的卖货郎 她还有三个妹妹 在那战乱频频的年代 邱德根十五岁就辍学 在电影院找到了一份杂工 补贴家用 这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埋下了邱德根理想的种子 她发誓要让自己家的戏院开变全国 追梦的路上 邱德根爱上了隔壁住着的千金小姐 上海粮食行行长之女 邱锦秋 彼时 邱锦秋刚刚从芝江大学毕业 待自归中 那个年代的富家女 受过良好教育 身怀国仇家恨 并不忌讳阶层通婚 更何况这穷小子长得还算一表人才 为人也踏实肯干 邱锦秋欣赏邱德根从不屈从于命运的执着 两人情愫渐生 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人们的思想被改造被修正 工人阶级的力量排山倒海 为了顺应潮流 邱家没有反对这门婚事 邱锦秋在解放前嫁给了邱德根 婚后 邱德根得到岳父资助 事业开疆拓图 1950年 山雨欲来 邱家二老已经预感到时局于已不利 邱锦秋又有孕在身 因此二老嘱咐女婿带女儿远赴香港必难 临行前 邱德根跪谢于自己有再造之恩的二位老人 并发誓这辈子一定不会亏待爱妻锦秋 二位老人深知这一句或许就是永别 深夜的码头显满绝别的凄凉 到了香港人生地不属 连北人说话都听不懂 又没有资金 囚锦秋肚子里的胎儿只能在家出生 太艰难了 邱德根目睹妻子所有的付出 从高官女儿进步学生落到在家接生的地步 他小宇宙爆发了 邱德根凭借放电影的手艺 加上省吃剪用倒腾影片 攒下第一桶金五千块钱 他马上就拿着笔钱盘下了一个剧院 位于偏僻的泉湾 那里夜生活匮乏 邱德根播放一些老影片成本低上做率高 很快就开始盈利 借着影院生意 他又看到另一个市场 农民们普遍文化不高 畏惧和国资银行打交道 脑筋灵活的邱德根看中了这块空白 依托剧院开展存款借贷服务 有如天助班 那年发生了一场大火 让农民们纷纷意识到钱放在家不安全 邱德根的钱庄立刻成为他们保管资金的首选 看下沉市场的巨大潜力 八十年前邱德根就发现了 1960年 邱德根将远东钱庄正式注册为远东银行 他再次大笔一挥 收购九龙利元 改建为本土迪斯尼 成为香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多少你熟悉的香港明星童年时期最大的快乐 就是在利元做旋转木马 从1960年到1980年 邱德根眼光独到行动果断 家族财富成几何级增长 利元建成18年后 他又斥资1500万以清明上河图为蓝图 打造了古风乐园送城 随便搜一搜图 那是现在看上去也不安的地方 邱德根的钱半生是一出商战证据 妻子贤惠持假 生下四儿一女 家族兴旺事业发达 整个人头上就写着人生赢家四个大字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 邱家会是香港豪门清流 奈何 老天从来不喜欢大团圆的剧本 时间到回1964年 航空史上有名的神刚空难 那是一次电影圈的悲剧 因为参加亚洲影展 机上乘客基本都是电影圈的人 飞机失事原因是劫机 遇难的有不仅有马来西亚电影《大亨》 陆运涛夫妇 还有全体电报高层 恶号传来后直接导致那年金马奖取消 邱锦丘也在飞机上 受邀的原是邱德根 但邱德根抽不出时间就让妻子戴维出席 谁知道竟是天人永别 当时邱锦丘还不到40岁 邱德根得知消息后 震惊愤怒悲伤 妻情上勇 他几乎崩溃 整整一年时间 他无心工作 也照顾不了年幼的子女 终日沉浸在对王琪的思念中 据他本人回忆 至少有一年的时间 我都生活在对锦丘的回忆当中 每天麻麻木木迷迷糊糊 无论是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都提不起兴趣 这时又是邱家的女人 改变了邱德根的命运 这次是小姨子邱锦兰 因为内地时局 邱夫曾在伪政府工作 邱锦兰也不能在内地待下去 姐姐姐夫在香港扎根之后 她很快就来投靠姐姐 邱锦兰和锦丘虽是姐妹 性格却不相似 邱锦丘念完了大学 知书达理 邱锦兰却比较小家碧育 儿女情长 姐姐孩子多 她一直都在家帮助照顾侄儿侄女 姐姐出事后 她更是承担起了家庭中女主人的职责 做这一切 邱锦兰是心甘情愿的 她没说出口的是 她一直对年少有为的姐夫很有好感 夜里 孩子们都睡了之后 两个失去了亲人的诗艺人 经常屏竹夜话 聊聊关于锦丘的往事 慢慢的 邱德根对这个和王七 有几分相似的小姨子也有了好感 她一直记得对岳父母的承诺 干脆写信给老人 表达了自己和邱锦兰情投意合的心意 邱家二老又一次将另一个女儿 交给同一个男人 心情想必是十分复杂 邱锦兰倒是很满意 空难发生在1964年6月 4年7月 邱德根迎娶邱锦兰 蔡绍芬怎么说的 如果将来我死了 她肯定在有的 算了吧 现实一点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是 邱锦丘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他们当中最大的邱达生也才14岁 最小的邱达强又哭又闹 爸爸和小姨洞房花竹也闹吻 孩子们拼命大大 争着要睡在爸爸和小姨中间 没有用的 邱锦兰的大儿子邱达伟 一年后就咕咕坠地了 不说中间有多少不为人道的家族秘心 单说邱锦兰连生三个儿子 这大房子女就是必然要抱走了的 因为家里掌权的变成了小姨 你自己不猛一点 恐怕什么都没你的份儿了 邱德跟七个儿子一个女儿 简直豪门顶级配置 其中最厉害的就是邱永云的老爸 邱家老二邱达昌 这是一个商业天赋顶格的男人 比起眉目端正的老父亲 邱家二代儿子们长得都其貌不扬 邱达昌更是一脸凶相 虽说外形不佳 邱达昌却异性人极佳 他曾在日本留学 身边随时美女如云 或许是因为邱达昌这个人 人格魅力太强了 他16岁那年 奉父亲之命之身前往印尼做游乐场项目 印尼排华历史悠长 邱达昌一个矛头小子自然是困难重重 他在当地待了五个月 开山千坟和黑社会谈判 五个月后 邱达昌和印尼黑社会成了兄弟 游乐场项目顺利完成 此时令邱德跟对他一直另眼相看 24岁那年 邱达昌向地产领域进军 他被靠远东大树 狮子大开口向银行贷款18亿 1979年的18亿贷款 邱达昌拿来大量囤的 这些地成为他日后飞升的关键 26岁那年 邱达昌收购上市公司力兴发展 几周后转手卖出 获利2000多万 江湖人称老虎仔 但各位看客应该心里有数 他能赚到这个钱 不是因为他个人能力多强 而是他 是邱德跟的儿子 港圈牌的上号的豪门 他的老父亲资产早就超过百亿 而身家百亿的邱德跟 突然画风一转 开始搞情怀 他要开个电视台 和隔壁邵义夫打擂台 这就是亚式起源 都是香港的电视台 亚式的风格和TVB却不一样 小编小时后 看画面就知道哪部剧是亚式 哪部是TVB 不知道为什么 亚式的剧总有种斯文败类的精英感 不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僵尸道长还有刘 松人 米雪的法网柔情这几部长片是真的经典 那个年代 妈妈们都是米雪同款发型 过年前 满大街阿姨都在烫半平山 摩斯畅销的不得了 亚式另一个标签是亚杰 翁红 励志 杨公儒 陈伟也曾掀起香港富豪圈腥风血雨 小编小时候觉得最帅的乡党男人 不是刘德华 不是梁朝伟 而是孙兴 他演的光明左使杨潇把小编迷得五迷三道 以至于后来看每一版杨潇都有滤镜 孙兴是亚式选出的第一届亚式先生 邱家老父亲上还有余力可战 儿子们又渐渐长大 邱德跟偏袒二房三子几乎是摆在明面上 两房关系遭到球锦秋的五个孩子 从来不和小一球锦篮打招呼 两房不能同桌吃饭 在商业场合也尽量避免同场 邱达昌羽翼见风 在富豪圈有了一席之地 邱家分家几乎是势在必行 没有犹豫转环的空间 这场分家差点把邱德跟分进大牢里 在草阳中心里 在草阳中心里